给你们看 我在这边发现一头G4 这个是G4 它的本体 然后这一次出的角色 好像游戏都称它为是核心 对不对 为什么它是G4的核心呢 这可能就是 本身G4它是一个机器人嘛 那我们要控制它 我先跳出去 我先不读 对 我们要控制它 是不是要有所谓的遥控器 将来这个世界上 可能会有机器人的存在 是一样的模式的 它要有一个核心 核心就是所谓的大脑 然后它还有一个本体 有没有 本体就是像是我们人类一样 狂人是一个人 然后狂人有一个灵魂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 好 哇 原来这个G4的大脑是这么厉害 那也很正常 大脑一定是比本体还要厉害 好了 那我们打第二场 第二场都是很多玩家比较关键的 当然本来 今天这个东西已经不打了 这个打没有什么好看 前面就打过了 是吧 那是刚好看到了G4 小机器人对决 这个大的机器人 好了 看完好了 第三场了 好了 之后我们就去PK咯 今天就PK 然后装备跟昨天一样 开打之前 先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下线的时候 攻击力是多少 321爆了 哇 小机器人 好 我们买一个 刷一次 多一个尺魂 来复习一下 然后等到我们有遇到 很强的对手 我们再开始强化角色 6万1的攻击中 闪人 今天直接打到青铜组冠军 除非中途有什么状况 这个是NPC 好 我们就往前吧 因为第一名的话 他有一些140万 120万 昨天有瞄到了 并且我们现在带上了蝴蝶地叉 然后我们要放在同牌 我知道他昨天技能有解说 只是说 狂人昨天还没有摆到同牌 不好意思 现在给他摆过来了 好 同一牌 然后这位我们也换成博士 好 没有问题 34万 这什么 这个是杂队 好 杂队 我们先往前爬 这边有一个40万 40万也是小角色 34万也是小角色 能不能让我有趣一点啊 为什么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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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扔上来 把你整个营物给炸了 53万只金属骑士跟索尼克 好 这两个可以比一下 我们这边是24级的居士 装备真的也不是怎么样了 是吧 所以这个对手呢 如果我们能够打赢 就代表居士这个角色真的是OK 因为索尼克他会先斩一下 那这个索尼克跟居士这个本体 本身呢 不是 居士的核心 本身这两个的微秒关系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秒 你打了居士 就说明居士 就说明居士秒了你 护体还增加 所以呢 喜欢打架的朋友 他不一定要拿速度嘛 对不对 我拿速度又超越不了人 什么 汤姆要洗啊 哈哈哈 这个名字蛮可爱的 哈哈哈 这个名字非常可爱 哎 选了好几 都好厉害哦 怎么办 我们先一个一个事件解决吧 一个一个解决 这个 酸死小子是吧 你不够酸啊 你没有带那个 一秒人或乔哲 或是什么蝴蝶地差 走 不过我们这边速度可能要提防了 哦 他可以过来就把我们一局 拿下我们 因为灼烧跟开局的冒火 除非我们的生命值高过于他 或者速度 啊 这样子真的是 通常啊 这个有几种做法啦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摆上会不趋的角色 然后跟他一样 就是说耽误他时间 是吧 可是要有不趋的角色 这无阵骑士 我们先去给他强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让对手的血条扣完了 我们的无阵骑士 才有办法发挥这个作用 他这个就是说 狂人先无阵骑士上来 然后有一位 好 博士我们先下去 这样子的一个战术 好 刚刚是这个酸食小子嘛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看一下这书是怎么样书 这很重要 时间上书还是怎么样书 要知道原因 跟我们生病一样 要知道原因才有办法治疗 好 这边耽误他时间 有稍微耽误了一波 不过这边马上 固体就满了 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说明 这个战术行不通 我们今天速度高过于他 我们攻击力 可以说几乎不用这么多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先不穿了 好我们为了打赢他 我们是为了打赢他 现在改战术 怕不够啊 怕不够啊 我们这边先给他抢 因为我们如果消耗过多的钻石 就会导致今天的结局又变了 又打不到冠军 那简直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吧 这场有没有概率了 我想应该是有吧 就是无针骑士这号为我们换成天空王 昨天没有达标嘛对吧 我们换成天空王让他更痛嘛 这一场 好了跟你们说 高概率 高概率会输 没有啦高概率会赢 我包赢 你看有没有包赢就好了 走 他一百万战力耶 我们是二十八万 其实有点落差啦 有点强难所难 对不对 哇这有怎么样 我速度比较快了 有没有办法赢啊 他的血可能过多的话 我们还是抢不下来 跟昨天前天影片一样 哇基本上这个 打不赢啊 局势打不赢局势啊 就是说他也是局势 然后他也有崩普 就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素质比他还高嘛 对吧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很显然的 我们稍微突破 是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就先这样子 好不好 再往前 要打 以后还遇得到啦 是不是 现在不打了 索尼克刚刚打过了 不要了 先打这个豪杰 这豪杰呢 本身有一个黑光哦 这个值得注意的 它是有一个八十级的金色的黑光 我们先用速度 速度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再换成攻击 有公告就是有打赢 因为他是第四名 但是我们没有打赢 看来这个攻击力呢 还是有一点点重要 如果你的攻击力不够 就像现在那样 软啪啪 血条给他伤害并不大 有些扣掉了 但是黑光他本身 是走一个护体 所以你要把他的生命扣完 是有在扣 是吧 你看这个 已经有乔折了 还扣不完啊 这也是夸张啊 这也是超扯啊 这跟石头一样的啊 哇 怎么扣都给他扣 扣不完 他这边持续伤害 完了又回点血 所以 你要扣的值要更多 然后到了 入侵 到了后排 我们这一次开局 少了一只姜之侠 根本就不应该放上地底王 前面没有姜之侠 掩护 马上被戳到后面 这是520万的黑光 汤姆要洗 然后这一件我们走了一点速度 本来是有手攻击嘛 对吧 换回来 换回来了之后 这几件 好我们要需要重生 然后 这样就好了 250 我们先把汤姆给拿下来 钻石不够狂人再充值就好了 没有关系 好我们先把汤姆给拿下来 走 汤姆要洗 这一次呢 再看一下阵容 不屈位 有没有 我们放个不屈位 他又更优良了 是吧 那至于那个什么 蝴蝶地叉什么的 啊 这个我是觉得 没有搭爱啦 没有搭爱 差一只僵尸侠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去抽好不好 把僵尸侠抽出来 我不打了 我先把僵尸侠 我们先弄出来 有嘛 30张嘛 对不对 30张 OK 这一次 有一半的可能 有SSR 没有 再来 这一次80%有 有死亡加特林 死亡加特林是武装的 那我们派加特林就好啦 对不对 就是可以上崩坏嘛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这青虫组 该看到什么 我们都尝试一下 然后加特林先弄上去 刚刚不是有一 哇 我真的是猪耶 我干嘛那么早把装备给还原啊 加特林上来就要先给他开过去了嘛 哦 我真的是 哎 真的是好帅 嘿嘿 这是一个笨蛋啊 谁知道会抽到加特林啊 哦 现在第一起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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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先给他上崩坏 那黑光就 哎呀喂 哎呀喂 怎么这么痛 哎呦 好痛好痛 没办法的事情 是不是 不是加特林很痛 是黑光很痛 当然呢 这个加特林本身 也是要给他一点攻击 对不对 这个好歹也是一个小小的MVP角色 该给他的还是要给他 是吧 等下说我们对他不好 走 如此一来 今天更伟大的阵型 更高伤的 三万攻击 到底能够打多少 多少最高伤 先把死亡加特林 给他背上来 死亡加特林 这边 有没有看到 一号位速度 完了 居士再给他炸过去 那么这个气啊 什么都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场要欢迎公告啦 八九不离迟啦 再给你 哇 屡败屡战啊 速度现在落后他黑光 然后呢 怎么可能啊 黑光这么强啊 没有蝴蝶地插就打不下来啊 啊 我这居士速度落后太多了 是吧 不对啊 应该是OK啊 怎么会 好解有六十万 不过应该是OK啊 对吧 这个问题就很正常啦 之前这个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是说场上的角色变少了 然后导致他的行动 行动数是不是 扣得太少 哦 我觉得我真的是 这个居士到底是怎么形容啊 你们怎么看法的啊 再来再来再来 又要破产了 又要破产了 哦 我怎么觉得我怎么玩都不对啊 是吧 有的时候我都干脆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我直接用铜地嘛 对吧 然后我不要给你盾牌了嘛 因为哦 试一下好不好 我要给你更多的伤害嘛 对吧 我不要再给你这样子 慢吞吞 我现在的速度局势起不来 所以可能 哦不一定会赢哦 这不一定会赢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走 还是没赢啊 诶真的诶 怎么样都打不赢啊 要绷布 绷布也没了什么用 因为 他那一下过来 我的盾牌几乎也就 不是几乎就没了嘛 对就没了嘛 怎么打都差不多 生气也没有用啊 我没有在生气啊 其实 有点火大而已 因为哦 我打到全身都连热啊 不知道为什么 太可恶啊 喂 喂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狂人恐怕很难解决战斗问题 如果继续强行进行战斗 换来的大概率是屏幕上的结果 超合金黑光的护体 我们将无法得到突破 最后将无力击败对手 倘若我们使用第二个方式 恐怕也没有太多时间 集足够的文章 如果谋言的回到战场上 狂人恐怕再次陷入难关 眼前唯一能造的 恐怕只有一条老鸟 获得更多的装备 是当前唯一胜利的曙光 这也是在最短时间 能够提升角色属性的方法 不过能不能战胜对手 在战场上的好运 也是极其重要 今天的狂人究竟能否战胜对手 死亡加特林 在游戏可以给予敌方造成崩坏 天空王 在游戏可以吸有军带来增相 不过此时的狂人 若是强行出击 恐怕还是有概率面临失败 最终狂人决定使用中意大绝招 获得更多的中意装备 看来这次对手恐怕 恐怕有点不聊了 因为游戏狂人即将获得输成 3秒2秒1秒 当这一首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是我们大显神威的时刻了 声音卡制补起补起 这次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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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开启 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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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之后 OK 这里再换一些 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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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起完了之后 拿到了一个怪人之卡 给它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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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术研究室 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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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安装安装 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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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安装安装 换了新的低座 这里激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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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之后 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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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干嘛 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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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我们要准备执行复仇计划了 单单是这样子 恐怕是打不赢 通过严密的计算 我决定一局把它拿下来 也不拖时间 也不演了 直接给你钢起来 打不赢 没有关系 需要的就是装备 需要的就是心急 还有练度 扫荡扫荡扶击 哦没有补给了 OK 这个身心 给它保存 好 好了之后 装备不要的分解 分解完了之后 再换上豪华的装备 想法 接下来 看清楚了 来了 搞了一批身心卡出来 四颗五颗六颗 满心啊 很少用到满心啊 超合金黑光是吧 十万 爸爸来找你了 我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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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歇会进去 看一下五十一六万 五十一万六的战力 进去之后 汤姆要席 青铜组冠军 对决汤姆要席 超合金黑光 这八十几 前人两颗旗 蓝色居士 四颗旗 我来咯 不要偷渡咯 汤姆你要倒下来咯 我就打上去 明天等你打回来 来咯 不让咯 我想一下 OK 前面卡着 无剩棋是托尼的时间 本场战斗开始 狂人队是否能够获胜了 一拳超能超级大战 有没有可能 哎呀 公告出来啦 当这种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是疯狂 作战的时刻 哎呦 超合金黑光 四百四十万 他那边暴神一团 我们这次拍上的是乔蛇 OK 屋檐地刹已经先下去了 黑光 燃烧 还有不去哦 没有这么快哦 他有一次不去哦 这很强 哎 不去开了开了 然后超级黑光 没有气啊 刚好啊 没有气 漂亮 奔场战斗 狂人队 活胜 最终 青铜组冠军 还没达到 不过迪士尼五十一万 我们可以用了一百三十三万的套路要席 其实呢 人生就跟这个游戏一样 有的时候 我们训练一个中心是非常的难 依据你自己的兴趣 跟自己的喜好去训练就好了 不要以为说 看别人 哇 好像这个艾雅维 艾雅维很厉害 你这个不厉害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藏处哦 知道吗 那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拍这个影片 是不是一定要打赢吗 对吗 这个面对我们问题 一定要给他得到妥善的解决 好 那我这个汤姆爸爸 黄人等你打回来 好不好 明天来看一下这个汤姆 还能不能跟我们作战一下 再不行 我们就再给他点一点装备 稍微点一点点 他马上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最后再跟你们分享 这个打天空王的部分啊 这场最后是没有打赢 如果你要知道了 过去所有青红组的角色 打成了王者第二个高级的关卡 每个都只能打到第三关 连格洛迪巴斯都是第三关 第四关 我告诉你 G4打到第六第七关 他是最强PVE角色 毋庸置疑 绝对是最强 百分之百是最强 所以这个新手老手 可能都会很爱G4 包括黄人呢 觉得这个特效 我自己觉得是很棒 好了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G4的免疫 武艺英雀 当然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护体可以回复 不过你要等着赶快出击 我这护体没有的时候 最终还是要落败了 怎么加都加不回来了 但是还有一个攻击提高 可以越自身 增加一点攻击 落败 OK 我是狂人 青红组冠军第十集完美落幕了 啊 今天的影片做得比较久耶 真的是 好了 大家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了 大家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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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